专家表示,并不是所有的人都适合吃辣,特别是以下这九种人。 一、心脏不好,辣椒中的辣椒素会使循环血量增加,心跳将快,右发心动过速,因此心脑血管疾病患者应少吃辣椒,否则会妨碍病情的好转。 二、肾不好,辣椒素是通过肾脏排泄的,对肾脏有一定的刺激作用,如果肾不好的人经常吃辣,会加重肾脏负担。 三、胃酸过多,辣椒素会引起胃酸分泌增加,胃酸多了可引起胆盲收缩,导致胆到口口约筋痉软,造成胆质排出困难,从而又发胆盲炎,胆角痛其易血炎。 四、便秘,辣椒素具有刺激性,会加重便秘症状,痴疮患者进食后,还可能引起致病脉冲血和水肿,导致疾病恶化,又发肛门浓肿。 五、口腔溃疡,辣椒素激性较大,不但会诱发痛痛,还会刺激溃疡面,使其进一步扩大,久病不遇。 六、眼病病人,有脚膜炎,红眼病等问题的人,如果吃了辣椒,很可能会造成眼皮肿胀,眼睛发胖,甚至眼牙伸高等不适症状。 七、假胖,假胖患者本身心率就很快,使用辣椒后,心跳速度会更快,症状更为明显。 八、肠胃不好,患闷性胃炎,胃溃疡,吃管炎的人,如果经常吃辣,辣椒素会刺激黏膜充血水肿,加速肠胃蠕动,从而引起腹性,肤痛等症状,对消化功能也会有影响。 九、正在服用某些药物,辣椒不仅会抵消某些药物的疗效,而且可能加重病情。 正在服用以下几类药的人,应该少吃辣椒,清热自营中药,如蛇胆穿背琵琶膏,二、皮肤病药物如梅甲酸软膏等,三、未尝到药物如棉膜保护剂等。 四、症状膏如化痣酸,症状膏等,这九种人,为了身体,还是把辣戒了吧。 大家记得提醒身边的人,沈阳美食大全,电话18月-4511-8881,分享全国各地的特色美食,祝您了想优质城市美食生活,领略一国风情,享受一国美食,与你一起做一个快乐的吃果。 一群热爱生活的人,总有说不尽的话题,说一说哪个地方的美食所吸引过你,都可以与大家一起在网络中及时获取。 城邀合作商家举阵新媒体推广,我们给您推荐,扫码参加免费推广推荐活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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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 我们想与S326区,不见不散,24小时免费挂机,千人同频,高暴力传奇,经验狂涨,建议统一格式,联盟某某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访问TTNUCXYZ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